音乐 近期大家对空气净化器这样的一个家电品类都比较关注 那么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格力的沙病毒空气净化器 来 我首先打开它 这个触控面板呢是它整体的一个操作面板 它所有的操作都可以在上面来完成 然后大家看一下它上面有一个绿色的灯环 它其实代表的是当前的空气质量 绿色代表的是 近期大家对空气净化器这样的一个家电品类都比较关注 那么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格力的沙病毒空气净化器 来 我首先打开它 这个触控面板呢是它整体的一个操作面板 它所有的操作都可以在上面来完成 然后大家看一下它上面有一个绿色的灯环 它其实代表的是当前的空气质量 绿色代表的是空气质量为优 红色代表的是空气质量为差 蓝色代表的是空气质量是一般的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里面的内部结构 以及它沙病毒的一个原理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沙病毒净化器的一个背面 那么它净化的原理就是从底部将脏空气抽进去 经过层层的净化部件 将干净的空气从顶部排出来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底部的第一层过滤的结构 有我们的收集机和出销过滤网 出销过滤网就是将大的毛发和颗粒物过滤掉 然后将一些小的颗粒物收集在这个收集机上面 只需要定期的清洗就可以了 那么除此以外空气中还有大量的微小的颗粒物 这些颗粒物上面也附着着病毒和细菌 那么我们怎么来解决它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二层的结构 我们的收集机和我们的发生机 那么蛤粒是利用了专利的CEP空气净化技术 利用高压电离的技术来在这个发生机上面产生等离子体 那么这个等离子体能够将颗粒物上面的病毒和细菌 破坏掉它们的细胞壁和蛋白质的结构 从而能够达到真正的杀灭病毒 那么细菌的残骸以及颗粒物呢 就会落到这个收集机上面 我们只需要定期的对它进行清理就可以了 那么为了更彻底的消灭掉空气当中的一些病毒和细菌 我们还有第三层结构 那么它的结构呢是和第二层是一样的 也是发生机和收集机 那么在这里也不跟大家过多的细说了 那么我们这款杀病毒空气净化器 它能够做到真正的杀灭病毒 除此以外呢 它的净化部件只需要轻松的水洗就可以了 避免了二次污染 同时也不用花费大量的钱去更换耗彩 那么我们最上面的这层部件呢是甲醛过滤网 能够为我们新装修的家庭去除甲醛等污染分子 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空气净化器都能够杀灭病毒 像我手上这个普通净化器的滤网 它是普通空气净化器的一个复合滤网 那么像这种复合滤网呢 一般是由HIPI滤网加上其他的一些结构组合而成的 它只能够简单的过滤掉一些PM2.5粉尘 以及更小的一些颗粒物 但它最大的一个缺点呢 就是需要定期的去更换这个耗彩 如果你忘了更换 或者是没有对它进行及时的更换的话 它附着在里面的脏的一些颗粒物 以及带病毒带细菌的一些颗粒物会不断的发酵 最终会从出风口排出来 会造成空气的二次污染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 杀病毒空气净化器的原因 那么大家都知道病毒它其实分有很多种 空气中的病毒传播 一般都是依附在飞沫和飞沫盒上面进行传播 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信息表明 最近的冠状病毒和甲型H1N1流感病毒 它的大小都在100纳米左右 也就是0.1微米 那么依附在飞沫上的病毒 它的大小是在1到5微米之间 而空气净化器它能够有效地去除PM10 以及PM2.5 PM2.5是指它的大小在2.5微米以下的 所有的气溶胶的总称 所以利用空气净化器来杀灭和过滤掉 这些飞沫和飞沫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杀灭率均是大于99.99% 选择格力大松杀病毒空气净化器 让你安心宅在家里 让家中的空气更健康更干净 啊 啊 啊 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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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